那咱是不是可以继续讲呢 还不行 咱们要把其中的一些细节给大家去说一说 那其中的什么细节说一说呢 来把这个给它关掉 关掉 关掉以后把这个我们来拷贝一下 写个下滑线1 下滑线1.9K 我要干嘛呢 咱们首先看很多的小细节 很多的小细节 把这个都去掉 去掉以后 我就想问问同学们 咱们讲过一件事 什么事呢 这个RDD的范形要叫integer 这个叫什么呢 叫object 啥意思来的 它的范形是什么意思 大家想想这什么意思 我们这件事不讲过 我们说如果把RDD看成一个管道的话 那这个范形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流过这个管道的数据类型啊 就意味着你是什么样的数据 就流到了咱们管道当中去 就往下流呢 对不对 就这意思 如果大家看到 我当前这是个RDD 我这还是个RDD 好 我假设这是RDD1 然后呢 我的这样是RDD2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流过这个管道的数据 是个什么类型 整形 一二三四 但是流到这个管道里的类型 是不是就是object了 哎 老师不对啊 你这个是整形 那你把它乘二之后 那不还是整形吗 那怎么流到后面就变成object呢 那这是为什么呢 对吧 这没有道理啊 你是整形 你做了一个逻辑是乘二 那你往下流的时候 你往下流的时候 不应该还是整形吗 怎么它变成object呢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啊 这就涉及到一个范形的约束问题了 什么叫范形的约束呢 这个范形的object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咱们的这儿来的 就意味着 你的这个数据流转的到底是什么 它取决于你的计算逻辑 就是说 你的业务当中 你需要把你的整形数据 变成什么样的数据 你变成整形 它就是整形 你变成object 它就是object 那么也就意味着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叫function 我们点它一下 点 点完以后 它里面有两个范形 咱们之前讲过范形很重要 尤其是在咱们十大的学习当中 范形很重要 那这个范形 一个叫T1 一个叫R 我就问同学们 你观察一下 这个T1是什么意思 这个R是什么意思 你就观察一下这个范形 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会发现 这个T1 是不是放到了cord的这个位置 说明这个T 应该是你输入参数的类型吧 对不对 你放在小括号这个位置 那不就是参数吗 那好 这个R呢 R是放在了方法的前面 这是返回值的地方吧 返回值的类型是R 所以你的这个就明确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代码了 说我把我们的什么置物串的数据传给你 大家看一下 范形范形 这个叫整形 就意味着 我把整形数据给你传了进来 但是你返回的是什么 object吧 所以它就是object 那如果你能明白老师讲的这个事情的话 这你就可以改一下 为啥呢 因为我明确的知道咱们的逻辑就是乘二 所以什么 integer 你这么写完以后 就意味着我们结果返回的也应该是什么 咱们的integer 但你这么写完就不对了 为啥呢 因为它认为你的管道中留的是object的 但是怎么这里不对呢 就是因为没统一 那怎么办 把它变成integer就行 你这么写就行了 这样的话 所有的范形就全都约束好了 我就明确告诉你在管道里面流转的就全都是整形数据 从我这个rdd往下留 它也是整形 从这往下留 它还是整形 那这样的话 你用起来就不方便了 那就是这样的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数据处理的类型 这个范形很重要 那当然了 这也取决于业务了 啥意思 啥意思呢 我当前是把数据乘二 那当然可以这么做了 那我就问同学们 如果我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要加一个abc呢 大家想想 我的逻辑是把你的当前的这个数字 加上一个租书串abc 那我的这个逻辑返回的可能是个整形吗 不可能吧 那就意味着我们返回的一定是个什么 租书串吧 那他返回的租书串 那你这儿返回的就是租书串 那整个管道中留的也就是租书块了 所以说你得这么做 那说到这你就能明白了 咱们的这个管道之间是不是类型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呀 我们只要对范形做约束 你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在体会体会这个map方法的作用 咱们map方法呀是给我传个key 我返回v 但是从来就没有限制过他们的类型 所以咱们这里说一下来 咱们的map方法 它的作用 它就是什么呢 将传入的a转换为b返回 转换为b返回 但是咱们的这个叫返回 但是它没有限制我们的a和b的关系 也就意味着a和b可以没有任何一丁点关系 你是支付串 我是整形无所谓 你是个yelder 我是一个teacher也没问题 甚至我是个支付串也都没问题 类型上没有要求 我们的属性上也没有任何要求 只要你业务允许就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给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方法很简单 代码也不难 但是把小细节需要去说一下 好 这个咱们说完以后 咱们接着再来把这个去掉 去掉以后 咱们再来把它烤回 拷贝以后咱们点击OK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说 说什么呢 我们当时就给大家讲过了 这么写代码没问题 但是我们也讲过一件事情 这个咱们去掉 把这个给它去掉 咱们来 咱们接着写 写什么东西呢 我们当前记住啊 同学们来写了它 咱们的JDK JDK1.8 其实来自于哪呢 它来自于我们的Skyla语言 那么有意味着 它是由马丁啊 马丁引入的 但是我们当时给大家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马丁他希望咱们的程序员怎么写代码 我们马丁希望咱们程序员怎么写代码 是不是要悠闲的去写啊 对吧 不要太辛苦 不要太累 那就意味着你的代码不要写那么多 叫能省 则省 能省 则省 代码 你不想要 你就别写了 我帮你写啊 你不觉得麻烦吗 太多了吗 不方便 好 我帮你写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要把这个代码做一个简化了 因为我们觉得东西有点多了 为啥呢 因为我是构建了一个对象来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大家想想数据处理当中对象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功能 而功能呢 恰恰就是函数 所以我们这里用函数式编程会更加好 用对象方式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了我这要求传个方式呢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呢 咱们再看一眼 点击方式 点 点完以后 大家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咱们给大家讲过 如果咱们Java中的一个interface 它增加了一个注解 叫functional interface 那说明这个接口怎么了 叫函数式接口 就可以用lambda表达式去改善它 说白了 用函数式编程的方式去改善它 不用对象了 所以咱们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事情 来 如果写上它 如果我们Java中 我们的接口 它采用注解 那什么注解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注解 把这个咱们复制过来 如果采用这个注解声明 那那么我们的接口的使用 它就可以采用我们JDK JDK 咱们叫JDK 提供的什么呢 叫函数式编程的语法实现 就是我们的那个lambda表达式 来咱们的lambda其实就这个东西 咱们lambda其实就这个东西 就是它 就用它时间就行了 咱们叫lambda表达式 咱们叫表达式 就这个东西 好呢 这个咱们当时给大家讲过的 这个表达式咋写来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咱们说了这个lambda怎么写 如果你记不住 那咱们就再重复一遍 咱们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 大家才能记得比较清楚一些 就讲一回记不清 所以把这个注掉 注掉以后 好我们说过了 lambda表达式就意味着 能省就省掉 那我们就只保留最核心的就行了 那对于函数来讲 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输入和输出 所以就意味着是in 和什么呢 和我们的out 一个叫in 一个叫out 那in是什么 in是你输入了什么词 那咱们知道吧 你输入的就是一个这个词 所以你写个括号就行了 好 这个括号就叫输入的参数列表 那么里面就要放参数 那咱知道里面的参数就一个 就是你当前集合中的每一个number 所以我就叫number就行了 但是你会发现发现什么呢 我这里根本就不用写类型吧 为什么不用写类型 因为咱明确的知道啊 你当前就是对这个集合做便利啊 那集合是整形的 那所以你这肯定是整形啊 你根本就不用写类型 马丁是能够知道你想干什么的 那所以你就不用写了 好那你不用写你想干什么呢 我说了 我想将我的结果干嘛呢 给它乘二 那所以写上一个大括号 里面写逻辑 逻辑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return 咱们的number乘二 你这么写就行了 对吧 你这么就行了 那你这么写完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们觉得你依然可以简化 首先第一个return 你就可以简化 为什么 因为map方法的目的是把a变成b 这个b需要返回啊 那既然b需要返回就一定有返回 你不加return 它应该也是有返回的 所以从当前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意味着同学们记住了 就意味着你当前不加return 它其实也是对的 所以不加return 没问题把它去掉 去掉 这个可以 但可以的话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大括号咱们都去掉 然后把它都去掉 包括咱们的分号咱们都去掉 这个都是对的 为啥呢 这都是可以简化的 分号可以省略 大括号可以省略 我们的return还可以省略 对了 还能做什么来着 大家想想 还能做什么 还能省略什么东西来着 是不是还能把我们的小括号省略掉 对不对 所以咱们刚才省略了几个地方 咱们说一下 咱们的第一个 咱们的那个return 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要返回 所以你就可以省略了 那咱们的第二个 就是我们那个分号 咱们的分号可以省略 咱们的那个分号 分号为什么可以省略呢 因为马丁认为我们不用分号 就能标记出这是一行逻辑 换行 你一行 如果你的代码就一行 分号就可以省略 就是这样 好 第三个就是那个大括号 咱们的那个大括号是可以省略的 大括号 大括号 它是可以省略的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说了依然可以省略 就是小括号也可以省略 咱们叫做小括号 但是这个小括号 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情况下会省略 只有一行代码 分号和大括号可以省略 那我们的参数列表中 如果只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小括号可以省略吧 咱们讲过这个事 所以这个时候 它也可以不要了 所以啊 这个是对的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件事 我们这里是不是还能简化 记不记得 还能简化 那还能怎么简化呀 我们讲过了 如果当前的这个参数 在你的逻辑当中只用到了一次的话 箭头和参数都可以省略吧 所以咱们说一下 咱们写个五 那写个五 然后呢 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 和我们的箭头 它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记住啊 这些省略 不是你想省略就能省略 大家看一下 马丁的这个原则是能省则省 关键点在哪 关键点在能这 不是在省的这个地方 你误会了 能省啊 那行省吧 不是的 等能 等能 那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能不能啊 很简单 你看马丁会不会 马丁他会就可以省 马丁不会他就省不了 马丁一看 这玩意写啥代码 我看不明白 我省不了 他一看 这你不是想返回吗 你想返回 你别写了 我帮你写吧 就这意思 所以return为什么可以省 就是因为你当前的这个map本身就是要返回值 我们map的方法 他就需要返回值 所以你不写他也知道 所以不写我们的return 他也知道你要返回 就这么简单 那分号为什么可以省略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什么呢 采用换行的方式 咱们叫什么呢 咱们叫换行的方式 表示 表示我们的代码逻辑 咱们为什么用分号 是我的一段逻辑 用分号给他分开 表示他逻辑的完整性 但是如果就一行代码的话 你的一行就是完整的代码逻辑 我不用分号也可以做到 那所以就没问题了 那就这个道理 所以分号是可以省略的 那同样的道理 大括号也是可以省的 什么省呢 如果我们的代码 如果我们的这个逻辑 逻辑代码 他只有一行 他只有一行 那就可以省略了 他为什么有大括号 是因为他担心 你看不懂他的逻辑关系 这么多代码 哪些跟哪些是有关系 他看不懂 拿个大括号给你包起来 但是我的逻辑就一行 你还看不懂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省略 也不用你看旧的一行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省略到 那小括号为什么可以省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叫参数列表中 列表中的参数 他只有一个 其实道理上跟那个大括号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用小括号 是因为多个参数 我担心你看错了 怎么办 我们给他包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举个例子吧 同学们 咱们举个例子 rdd.map 我现在我问你 我写上一个a 写上一个b 啥意思 你这么看 你会不会认为 这个a和b是map的两个参数 会不会 会吧 但是如果我加上一个括号 你会怎么理解 我在这样加一个括号 你会怎么理解 你就会发现 这个a和b应该是一个整体吧 它是一个整体 一个道理 我为什么这加上一个括号呢 我就明确告诉你 它是个整体 啥意思 假设它有两个参数 这叫number1 这叫number2 那我是不是一下就明白了 你当前有两个参数 对不对 那我就问同学们 如果我的代码是这么写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我的代码是这么写 你会怎么理解 我如果代码这么写 你会不会理解 number1是map的第一个参数 它是map的第二个参数 会不会这么理解 会吧 逗号不就是风格参数用的吗 那所以你就会认为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 它是我们的 它的第二个 但是明显 这不是啊 我们的number1和number 它们俩才是参数啊 你看用小括号就能区分开 所以小括号说白了 也是一个范围 所以说这个范围中就一个 那就一个你还区分啥呀 那就不用区分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干嘛呢 把它去掉 这就是原因 同学们 把原因搞明白了 怎么省略 你就能够看得懂了 那好 第五个参数和箭头也可以省略 这个是什么情况会省略呢 就是说我们的参数 在我们的逻辑中啊 逻辑中 它只使用了一次 就可以把它省略掉 你看我的这个number在这 我就使用了一次 就可以省略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这么写就不能省略 这么写 这么写就不能省略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在逻辑中 是不是使用了两次呀 这用了一次 这用一次 使用两次 这个就不能省略 但是你这就可以省略 那就是这样 那老师 那这个咋省略呢 记住 这个省略还有点特殊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省略是需要 找到一个对象 来完成这个操络的 就意味着 你得有个对象 才能省略 你没有对象 它就不能省略 所以这个 来咱们说一下 它需要对象 它需要有 我们的对象 来实现 我们的功能 你省略以后 你的这个功能 谁来实现 你得有个专门的对象 这个我们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干嘛呢 我写个class 咱们就叫什么呢 叫number test 叫number test 好 写完以后 干嘛呢 叫public static 咱们叫做int 然后呢 我们就叫做什么呢 mark2 乘二嘛 然后呢 就这么写 写完以后 你给我传一个number过来 咱们叫integer 给它一个number 我们里面returnnumber乘二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 我的逻辑就告诉你 把你传外的数据乘二 巧了 你就是把number乘二啊 所以咱们这个代码 本身是没问题的了 但是如果你还想优化的话 就得准备这么一个对象出来 所以说把它拷贝 拷贝以后 大家看啊 你怎么写呢 你这么写叫什么呢 叫做冒号 然后他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了吧 你这么写就行 用一个双冒号来调这个方法 把你的参数传给他 他来乘二 你会发现我这里没有逻辑 逻辑是在这写的 而这个方法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这不挺好吗 你这个只能在这用 但我这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哎 我就恰恰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所以啊 我们的lamb的表达式 大家下来呢 一定要什么 好好去学 好好去用 因为函数式编程 这种方式太简单了 那写起来很简单 你像咱们写加瓦代码 你得写一大堆啊 加瓦代码写一大堆 哎 我们的什么函数式编程 只需要写这么一行就完事了 好了 那咱们再来试一试吧 把这个注掉 把这个注掉 注掉以后 咱们直接来啊 咱们直接来 咱们写上一个点 咱们叫V2回车 回车以后 把这个new rdd 咱们就给它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咱们运行一下啊 这个咱们其实函数式变成 咱们之前讲过啊 那现在我们就用一下 你感受一下啊 它的作用吧 嗯 大家看一下咱们当前的结果 26吧 没问题吧 说明咱们这么简化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说句实在话不好理解 所以需要大家去好好去练一下 巧了 明天是什么时候 你看老师给你们讲课 这个课程安排是有道理的吧 哎 为什么要做今天讲呢 因为明天 明天老师休息对吧 哎 今天老师休息 你们的自习吧 哎 自习你们的多多练习啊 不能说老师休息 你们也跟着休息是吧 哎 你们的多多练习 练什么就练这个 咱们不用给大家讲太多太快 把常用的重要的多多练习啊 好 同学们休息一下